去年 落成18台与台湾观光局合作 推出主播带您游台湾的活动 获得热烈的反响 今年 双方再度合作 推出主播带您游台湾Part2 心动100 感动满满的行程 继续由中文 韩文 越南文 与菲律宾语四位主播和主持人 担任领队 带领不同族裔的团员们 要一起体验台湾百大感动路线 即将带观众前往台湾的 落成18台四位主播和主持人 对于全新的台湾感动路线 都相当期待 去年跟我们一起去的团员 其实有大概六七成的人 都是第一次到台湾 然后在整个行程结束之后 他们也都对台湾的吃喝 玩了相当的surprise 因为他们觉得 怎么可以每一天的每一个景点 还有每一道菜 都有这么多不同的惊喜在里面 所以我相信今年如果参加 主播带你游台湾Part2的团员们 到那边一定也可以在我们的代理下 就是透过我们的介绍 去领约到台湾最特别的一些 不同的文化角度 还有去体验到最 台湾最好玩最快乐的一面 会说流利中文的韩语主播Hana Kim 说要让韩国观众更深入了解台湾 其实在美国住的韩国人 他们不太认识台湾 他们只知道台北 其他的地方都不认识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机会 我想让他们更了解台湾一下 记者会上 18台菲律宾语主播Janelle 对美丽的九份风光念念不忘 更大方分享去年在台湾购物协拼的 难忘经验 越南主播Tui则说今年要带领观众到宜兰放天灯 感受台湾的传统文化 驻落台北经文处观光组主任林信任表示 很荣幸在继续跟18台合作 那当然就是说跟好的电影一样 第一集拍的大家叫好又叫做 那就会有续集来出现 我们去年的主要目标是要打响观光的知名度 今年来讲就是说配合我们建国百年 所以我们推出了百大的感动路线 那同样的再次跟18台这边合作 往这四大的语系来开发 希望今年整个年度执行下来以后 会有好的成绩 趁盛追击的主播带你游台湾Part 2 心动100感动满满 希望将旅行台湾的感动 传递给北美的游客 让大家看到台湾不同的美 18台新闻Rosme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